而庆祝父亲节 华联市长魏佳燕也陆续前往各个福气站 制证父亲节小礼物 市长感谢每位爸爸们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 他也提醒为人子女者要感恩父母亲的伟大 并且祝福所有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在母亲节的时候 答应爸爸们也要送礼物 华联市长魏佳燕在父亲节前夕 陆续前往各个福气站 制证小礼品也慰绕爸爸们的辛劳 我想父亲节也祝福我们所有爸爸 父亲节快乐 我想上次的母亲节 父亲节的时候 我们社区的爸爸有说父亲节一定要到 这次家园也准备了我的小礼物 那就是我们的小旅行包 也希望大家可以出去旅游的时候 可以带着小旅行包 可以多买一点 在这边刚刚也到各个社区 关心大家 也跟大家说 花莲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振兴观光 也邀请我们所有的爸爸 他的不管是以前的同学 或是军中的同袍 都可以在暑假的这一个期间 来到花莲过父亲节 邀请他们的同学 一起来到花莲旅游 最后也祝福我们花莲市的所有的爸爸 一切平安 那父亲节快乐 市长魏佳燕带着方便 食用的提袋 一亿送给各个福气站的爸爸们 他也叮叮大家 天气很热 要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 同时市长也呼吁为人子女者 要多关心家中长辈的健康状况 不只父亲节和母亲节 平常每一天都要表达 对父母亲的关怀与感恩 借里会欢迎市报道